随着我国海军发展进程的加快,目前的两艘航母虽然解决了业务的问题,但是想要通融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,没有排水量更大的核动力航母,恐怕仍然有点力不从心。 当然,说到核动力航母,就不得不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,那就是我们还没有生产核动力舰艇的经验。 不过,俄罗斯在今年6月份,已经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舰艇核动力反应堆技术,用以制造核动力破冰船等,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快速获得核动力舰船的好机会。 我国北方海港众多,每到冬季冰封期,都需要有破冰船开到,才能保障港口正常运转。 而且通过建造核动力破冰船,我们还可以掌握核动力上舰技术,为未来的核动力航母建造做铺垫。 然而,就在国人冲进俄罗斯,能辅助我国快速建造核动力舰船之际,一国却截乎串线向俄罗斯请求出售和反应堆技术。 据俄罗斯卫星、通讯社,8月7日消息报道,2017年11月,韩国希望签订的关于提供150到200兆瓦的新反应堆协议,目前已经获得俄国家原子能集团的相关批准。 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向韩国出口相关技术,以帮助其建造核动力海船,该系统已经被应用到了去年下水的西伯利亚号核动力破冰船上。 这一举动虽然看起来属于商业化的正常行为,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一个危险信号,该技术的普及将会有助于韩国掌握这种核动力推进技术,而我国下一代核动力航母很有可能就采用了这种技术的衍生品。 其次,核动力反应堆技术的扩散,也将使得这种技术更危险。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,对于全球海洋的威胁将是致命的。 不过,无论如何,我国都会坚定不移地发展自己的核动力海上品牌。 核动力破冰船也许只是第一步,未来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核动力航母才是最终目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